首先这个塑形图 它不像圆形图 它就直接会出现什么 多少数值所占百分比 那现在我已经把它改成 我希望呈现这百分比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百分比呈现出来 怎么样呈现 那就是格式 所以第一是点选这个塑形图 好像我没有解释它为什么叫塑形图 它为什么要叫塑形图 为什么不叫什么区域图 你看油表移过去 树状图 那树长怎么样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那个树干 然后树枝 然后树条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把资料标签 这个资料标签 打开 你看是不是就有15.14了 还有还有你的主管应该也不会想要去念这些数字 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技巧班 所以麻烦请把这个数字变大一点 变大 它这些数字就不会出现了 对不对 听得懂吗 你觉得这个技巧怎么样 好我们把它数字变大一点 不然你这边有那么多数字 你的主管要是想说没关系 反正我跟总统报告 我可以报告5分钟 它就一个一个念完 听得懂吗 好不过我想也不会有这种主管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重点把它凸显出来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资料标签放大 如何放大 首先就是文字大小放大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数字都不见了 这大一点 通常只要面前三名 或者是一半 就是占所有面积一半的主要的国家 我们进口的主要国家是这几个 可以吗 既然资料标签已经放大了 那可不可以把 请问这个国家名称叫做什么标签 类别标签 有没有看到类别标签 也请把字放大一点 例如说20 可以吗 好 那 只是提供给你参考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字放大 放大的话 你看这些点点点 我不相信还有人可以想要去把它念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要念 了不起我们就是主要的贸易的伙伴 就是中国大陆 日本新南向十八国 可是在2021年呢 好中国大陆 这个日本新南向十八国 顺序还是没有变 可以吗 就提供给你参考了 好请你们动手来去修改 资料标签的文字大小 以及类别标签文字大小 所以塑形图是不是比那个圆形图来得好呢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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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糟 好